据以色列时报30日报道 针对早些时候在俄罗斯裔机场爆发的反犹太骚乱 美国国务院监控和打击反犹太主义特使 德伯拉利普斯塔特借此向俄罗斯施压 敦促俄罗斯政府确保犹太人安全 据报道利普斯塔特在社交媒体X上说 我们呼吁俄罗斯政府确保他们的安全 在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反犹太主义浪潮情况下 美国和以色列和整个犹太社区站在一起 他补充说 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借口进行反犹太人活动 或煽动反犹太人活动 据今日俄罗斯网站报道 当地时间29日 俄罗斯达基斯坦共和国的马哈齐卡拉机场 爆发反犹太人的抗议活动 骚乱引发防暴警察被派往现场 而替称马哈齐卡拉机场骚乱的起因 是当地社交媒体上出现的谣言 称一架从特拉维夫飞往马哈齐卡拉的航班上 再有一群犹太难民 随后 大批愤怒的抗议者聚集在机场 寻找所谓的犹太难民 根据网上流传的现场视频 人群甚至冲上跑道 扰乱了机场运行 抗议人群还在机场航站楼随机盘问一些人 他们是否是犹太人 还有人走进刚刚降落的飞机 试图进入机舱 报道还称 在俄罗斯达基斯坦共和国 穆斯林人口占多数 有关犹太难民的谣言 似乎来自一个名叫 达基斯坦的早晨Telegram频道 该频道曾被揭露是乌克兰情报部门 专门为了在俄罗斯挑起动乱而设立的 报道称 29日早些时候 达基斯坦共和国领导人 谢尔盖·梅里科夫就此事发表讲话 呼吁公众不要相信 网上散播的毫无根据的谣言 俄罗斯内务部当地分部 已向机场骚乱参与者发出警告 敦促他们不要采取非法行动 该部门表示 已经对组织大规模骚乱的行为 展开刑事调查并警告说 公开发表涉及种族和宗教仇恨言论的人 可能会受到刑事起诉